看见幸福的地点数过 生命也是我诺你我的心 生命也是我诺你我的心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否刀无伤是远逞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达 世事长行菩萨达 不愿醉张喜消除 感谢观看 音乐 第二 开导 善男子 善女人等 如等既殷勤恳勤 可而为如等做八戒本师 所有语言听我开导 福 借者如来利益众生之首物 贤 圣 修 道之要阶 三姬等见 七众通收 什么叫三姬呢 就是你的动机 守八戒在戒可以得到县世少病苦 消罪障 而且来世可以升天 守八戒在戒可以让你发财 有福报 家庭圆满等等 这就是第一种根器 为这辈子快乐 为来世快乐 念一下 持戒可以升天 这是第一种根器 那第二种动机呢 那更高级了 佛教了解生命有轮回 这辈子你做皇帝 但是死了以后还是要轮回 就算升天 做天上的神 福报 享受完了还是要轮回 所以第二种根器的人 他就体悟到 生命的轮回的痛苦 凡是有这个身体 你就必须要面对 生老病死 特别现在的医学 越来越发达 你有没有发现 老人病越来越多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 可能活到七十岁 他就会自然死亡了 舍爆了 但是现在的医学配备 可以让他严肃 给他擦管子 擦尿管 擦鼻胃管 甚至有些人气切 他可能多活好几年 对他来讲 更痛苦 就像四个轮子的车子 已经坏了一个还在开 排气管已经坏掉了 还要硬开 所以 当然子女 应该说是孝顺 医生 也尽量医 但是呢 事实上 让这些老人 更痛苦 所以各位 这个也要 准备好 你要写个遗述 我老了 不要给我气切 不要给我插管子 该走的时候 就让我走 自自然然就好了 所以 古时候 没有这些 这么高级的医学配备 反而人过得比较自然 也就是说 凡事有这个身体 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 老啊 病啊 死亡啊 等等等等 所以有些人已经体悟到 这个道理了 所以 再多的钱 也不能够逃避 生老病死 轮回的痛苦 你这个人 只要有爱情 有感情 很痛苦 这个叫心的痛苦 特别女孩子 女人 爱上先生 生了儿女以后 爱上儿女 把自己的生命啊 都信给了家庭 结果 老了要走 也不好走 为什么 放不下 放不下 这个情啊 把你抓得死死的 然后你下辈子呢 又来了 下辈子一来 又投胎做你儿子的儿子 投胎做你儿子的女儿 继续爱你的儿子 甚至爱你的孙子 然后就一直轮回 所以老实说 成为一家人 生生世世都做过 父子啊 夫妻啊 兄弟啊 姐妹啊 永远在那边轮回了 因为离不开他们 夜暴不好啊 事实上 你家里那只狗 是阿公来投胎的 你上辈子的儿子来投胎的 所以简单的说 各位 你的儿子 都是你的情人 你的女儿 是爸爸的情人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就会一直很爱他 还有更可怜的是什么 三个儿子都是情人 这三个儿子天天在翻年吵架 都在抢妈妈 两个女儿都是老爸 爸爸过去的爱人跟小三 你看都来了 然后你的小女儿 很会吃醋 很黏爸爸 所以 那这个叫轮回 所以 有来讨债的 有来报仇的 所以 全家就是不断地这样在轮回 一直轮回 然后呢 家里还不够 外面认识的朋友 过去也做过你爸爸 做过你兄弟 所以 这辈子都会跟你认识 住在你隔壁 住在你楼上 那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爱情啊 有这个爱恨交织啊 喜欢跟不喜欢 它就会造成不断地 来轮回 所以第二种根系呢 就体悟到 这个生命轮回的苦 再多的钱 再长寿 还是会再痛苦 所以呢 第二种根系就是 想要解脱了 所以 这个叫出离心 所以阿罗汉 就体悟到这个道理啊 做皇帝 做有钱人 还是轮回 他们宁可去出家 他们宁可去出家 正的涅槃 脱离轮回 阿罗汉就 这个思想 因为阿罗汉知道 贪嗔 甚至这个烦恶 造业会生死轮回 所以他们对世间的欲望 已经没有了 这是第二种根系 所以第一种根系 是为了现世的快乐福报 健康长寿 第二种根系 是为了解脱轮回的痛苦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呢 除了有人天福报 也要自己解脱生死 但是更重要的 他关心众生的福报 他关心众生的生死 这个叫第三种根系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 来受报关灾戒 你要告诉自己 我为了整个马来西亚 我为了最近 所有被杀掉的牛羊 我为了那些正在受苦 地狱到恶鬼到的众生 都是我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要来精进的 受报关灾戒 而且对自己来讲 为了就近帮助 所有轮回的众生父母 离苦得乐 所以一定要成佛 所以为了众生要成佛 叫发菩提心 那就是最高的根系 所以这种动机 来受报关灾戒 功德大的不得了 所以经典说 为了自己的福报 受报关灾戒一天 可以二十小节 富贵 不堕落地狱轨道 但是为了众生发菩提心 受报关灾戒 就差多少了 念一下 两百万节 富贵自在 二十节跟两百万节 你看差多少 同样的 点一盏灯 同样的受报关灾戒 但是因为你的动机不一样 所以功德不一样 这就是大乘佛教 希望大家发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 是以慈悲心做根本 想着别人苦 不要想自己的苦 所以 愿代替所有众生受苦 这个叫大悲心 就像爸爸妈妈 宁可自己受苦 也不希望儿女受苦 那以这样的心态 来为所有众生 包括一只蚂蚁啊 包括一只苍蝇啊 包括一个孤魂野鬼啊 就像我们这个地方叫 红氏宗池 来 念一下 愿红氏历代祖先 愿所有华人历代祖先 马来人 印度人 所有种姓 各种人类 指历代祖先 冤亲在祖 离苦得乐 那简单的是说啊 各位要发起这个 伟大的动机 这就是大乘佛教 那这样呢 功德反了百千万亿倍 所以为个人的福报 受一天八观再接 佛经说 六十万事享受福报 六十万事光做人 所以各位 钱不是赚来的 你用心机努力 想要赚钱 不见得你有钱 因为你没福报 比别人努力十倍 结果赚了比别人少 有福报的人 福建话说 卡拉拉的就有钱了 没福报的人 让你八只手 像蜘蛛一样 也没钱 所以 慈戒的人 一天一夜的八观再接 做人 做国王 要么就升天 富贵自在 所以 我们华人 一定会守八观再接 为什么 爸爸妈妈 死亡 往生的时候 我们叫批麻 带孝 这个就是八观再接 那为什么 孝顺 以自己最大的功德福报 来回向给往生的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这叫一子出家 守八观再接 七天 四十九天 批麻 带孝 这样的最大的功德 让父母得到福报 小业障 升天 所以八观再接的功德 太有 太大了 如果你要改变命运 那你就要经常守八观再接 如果你已经生病了 那你更要守八观再接 来忏悔 来放生 不管你发生什么痛苦 比如说你夫妻吵架 夫妻感情不圆满 那你更要守八观再接 因为八观再接 可以断除男女邪淫的恶业 守八观再接 晚上不能吃 那段时间 今天晚上男女不能一起睡觉 守八观再接 不能去看电影 听音乐 满足欲望 所以守八观再接 就可以把过去邪淫 好欲望的恶业 消除掉 那命运就会改变 所以 守八观再接 不能伤害众生 所以今天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妄于 不喝酒 甚至也不吃肉 所以就可以把你过去杀生 偷盗 这些骗人骗人 喝酒 吃肉 的业障 消除了 特别这个地方 一定是经常有人在这边 办宴会 吃肉啊 喝酒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守八观再接 用慈悲心啊 愿他们所有吃肉 喝酒的恶业 能够消除掉 所以 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啊 但是我们尽量 做功德 消除他们的恶业 就像你儿子 天天赌博 先生 天天喝酒 你不要一直跟他 吵架 搞不好就离婚了 你好好的 忏悔 也替他忏悔 守八观再接 回向给他 他就会改变了 所以 这个叫什么 那叫 佛法不可思议 对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守八观再接 特别明天 是元宵 明天是端午节 端午节在我们华人是超度节 为什么 端午节 有两个说法 一个呢 就是纪念屈炎 他跳河自杀 所以老百姓就包成肉粽子 丢到河里面 希望屈炎的身体不要被鱼吃掉 也把这个粽子丢在河里面 希望所有掉在河里面 而是自杀的鬼魂得以超度 所以 这是一种慈悲 不过现代人 粽子没有人丢河里面都自己吃掉了 那变成一种迷信 所以另外一个故事 是在大陆南部 有一个叫曹娥的十二岁的女孩子 她的爸爸 为了出去做生意 坐船 结果下大雨 河流太快 船翻掉了 她爸爸就淹死了 然后呢 很多人就通知她家里 这个十二岁孝顺的曹娥就跑到河边 爸爸爸爸爸爸一直叫 但是人家就安慰她 没办法啦 你爸爸一定死了啦 但是这个曹娥说 就算我爸爸死了 我也一定要把爸爸的身体带回家 好好的埋葬 大家都说很难啦 这个河水这么快 结果这个曹娥呢 就跪在地上 发誓 她把上衣脱下来 所有神明啊 请你保佑啊 我这个衣服 丢到河里面 这个衣服哪里沉下去 代表我爸爸身体在那边 我一定要带我爸爸回家 结果她衣服丢下去 随着河流一直跑一直跑 结果在某一个地方 衣服真的沉下去 曹娥就这样跳下去了 跳下去就不见了 但是大家就为她哭啊 哎呀 这么孝顺的女孩子 就这样死了 结果隔天早上啊 这个曹娥 死掉的曹娥 竟然抱着她死掉的 爸爸身体浮上来 所以老百姓非常感动 把那条河叫曹娥浆 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呢就知道 一定有很多人死在里面 都拿不到身体 所以大家也抱这种种子 一直丢到河里面 希望鱼不要吃他们的身体 也希望死在河里面的 都可以超度 这个就是端午节的来源 所以希望各位今天也好 明天也好 你家里做的种子啊 至少每人拿一颗 去丢在河里面 如果你有堕胎三个小孩子 你要超度它最快 你就拿三个种子 为这三个堕胎的小孩子 丢下去 不失那些鱼啊 水里面的孤魂啊 那你的小孩子就得到功德嘛 那特别你要为你的 往生的父母做功德 并不是说往生的父母 他死在河里面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你替他做这种 在冬午节最大的不失 那这样子他得到功德 他可能就可以超度 所以我们在冬午节 中秋节都会半大超度 帮助那些孤魂啊 放生啊 以这样子的功德来回向 所以我想今天 在冬午节的前一天 大家受八观摘戒 也愿意 发这个愿 来 愿县世父母 长寿健康 愿往生父母 妻世父母 历代祖先 离苦得乐 同享功德 愿烟亲在主 堕胎胎儿 过去所杀所吃 所有动物 消冤解决 同享功德 离苦得乐 那我想我们 一个好的动机 当然我这样说 是告诉我们 受八观摘戒 你昨天不失一块钱 跟今天不失一块钱 功德不一样 你受八观摘戒 你昨天不失一块是一块 你今天不失一块是六十万元 因为六十万倍 如果你以 一个解脱的心 又乘你三倍 如果你用菩提心 大悲心 这样手包弯在戒 不失一块钱 那就变成百千万亿了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用一个圆满的大悲心 愿成佛 度众生的菩提心 专心的受戒 保持在无我的空性 来点灯啊 供水啊 甘露诗诗啊 持戒啊 供养啊 放生啊 焉供啊 诵经啊 念佛啊 那一天 就可以创造你 几百万世的福报 所以我刚刚讲说 钱不是赚来的 是众善因来的 布施来的 所以 一天守八观摘戒 来世可以做皇帝 一天守八观摘戒 七世可以升天 一天守八观摘戒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念一下 忠品忠生 你要往生都帅内院 你要往生药师净土 只要一天的八观摘戒 那你可以十方净土 谁愿往生 所以 以这样的功德 不为自己 回想给整个马来西亚 平平安安 国泰民安 大家有钱 回想给整个世界 无灾无难 没有战争 回想给整个法界 地狱道 恶鬼道 所有往生的动物 最近几天 有很多动物被杀掉 特别多 牛啊 羊啊 鸡啊 那我们 学佛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更要精进的为他们 守八观摘戒 愿他们 早得离苦 所以我简单的解释了 动机 决定功德 所以叫人天福报的动机 解脱轮回的动机 然后最圆满的 所以大悲心 愿众生 离苦得乐 发菩提心的动机 那你这个发菩提心的动机 反而你 人天福报 更强 解脱 很容易 正的解脱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把功德回向给众生 那我不是没功德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你拿一百块 所有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 众生有百千万亿 所以当然你功德变成 一百块乘以百千万亿 你光回向给自己 那是三倍的功德 那要这样的去想 这就是大乘佛教 所以我们继续念 四十三页 第三行 三鸡等剑 在家出家七众通收 或月三徒 而直屈人天 首八万在界 不会堕落地狱鬼道 畜生道 将来可以投胎做富贵人升天 或超有漏 首八万在界 可以超越三界六道 有漏轮回 而最后 正的阿罗汉 乃至成佛 五圣运载 戒为走霞 所以修行得到这五种福报 做人快乐 来世升天 正阿罗汉 正辟之佛 或最后成佛 叫五秤 人秤 天秤 生文秤 圆节秤 佛秤 不管你是追求 现世福报 来世解脱 或是未来成佛 都要首戒 叫五秤运载 戒为走霞 万善克备 戒为基本 所以你要做善事 众善奉行 必须以诸恶末做 做基本 所以戒为基本 戒就是不伤害众生 戒就是不起欲望 所以各位于今天 中午节前夕 来到北海 马寺 红寺 宗祠 受八观摘戒 先当了巧 小了八戒名题 此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 然此八戒 名曰八观摘 观者金碧之意 如果你这八件事不要做 地狱到鬼到畜生到 就关起来了 现世的这种灾难 车祸死亡 就关起来了 不会发生了 所以八观摘戒 可以关闭三二道 关闭世间的恨事 恨死 关闭那些重大病苦 所以灾的奇异 灾讲的是一种清静心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不吃饭 中午吃完过午不食 这代表没有欲望 而且晚上不吃饭 身体好 没有男女的欲望 睡觉时间会缩短 容易打坐路定 更重要呢 也关闭了轨道的痛苦 一个人守八万在戒 晚上不吃饭 附近的轨道 今天都不会吐火 都不会被火烧 不但如此 我们进一步啊 还不失食物 晚上还要不失食物 给他们吃 做盐供啊 甘露失食啊 等等 所以尤其八世与灾体 共相支持 又名八知灾法 须知灾一名戒 佛所自定故 戒一名灾 其身口意三叶故 这句话最重要 修行 不是说带个炼珠 代表你佛教徒 修行 是表现在你的身体的行为 嘴巴讲话的方法 以及内心里面 对别人的动机 这叫身口意三叶都清净 那这样才叫八观在戒 那这样你才可以得到 八观在戒的功德 所以呢 以身业旗则无会恶 今天各位千万不要杀身 偷盗 男女的淫欲 爱染等等 口业旗则无诸过失 各位今天不要骗人 不要骂人 不要背后讲别人是非 不要随便聊天 今天的嘴巴念佛 诵经持咒 劝人学佛 口业清净 再来 心业旗则无烦恼 猪肉业因 平常你脾气不好 欲望很强 很容易起烦恼 今天24小时控制好 就可以改变 今天不要贪心 称心 鱼此邪见 傲慢 怀疑 嫉妒 今天就把生死轮回的这种有漏音给断掉 所以瓷戒可以消业 这样哦 手八万灾戒一天最重的业都可以断除掉 瓷戒的力量 昨天你是个坏人 今天因为手八万灾戒就改变了 这些恶业消除掉了 罪业消除掉了 这手八万灾戒 地狱恶鬼道 畜生到的恶业都可以消除掉 而且呢 进一步还可以正的解脱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秉治虔诚 内以六念 尽其自义 除了外表 守着八条戒律 各位这一点请注意 请注意 今天的内心 不要去想到世间的事情 男女的欲望 不高兴 怎么赚钱 今天要全部不能想这个 要一心念佛 要有这六个念头 第一个 念佛 每一个佛 要师佛 阿弥陀佛的伟大 慈悲导师 第二个念法 每一个佛 所给我们讲的佛法 地藏菩萨讲什么 观音菩萨说什么 阿弥陀佛说什么 所以呢 各位要多看佛经啊 多思维心经 金刚经的意思 所以每一个佛 都是因为体悟空性 圆满大悲而成佛 那我们要去思维 什么是智慧的空性 怎么样大悲利益众生 第三念生 人天福田 这些按照佛法 发菩提心 在利益众生的 这些大菩萨 是我们的善知识 天上的人 天上的神 如果供养 持戒的修行人 可以升更高的天 所以修行人 真心的受戒 好好修行 你光站在那边 就可以改变社会了 可以利益众生了 就像黑暗的地方 点一盏灯 很多地方就可以亮起来了 所以念生 这些伟大的修行者 人天福田 第四念天 长寿安乐 只要你好好的 守八观再戒 至少来世生天 长寿快乐 还是我们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都算念愿 来世生天 第五念戒 那一件好好的 守戒律 身口意 都要清静 刚刚讲了 身体不杀身 不偷盗 今天不能有男女的 爱情情欲 今天夫妻也不一起睡觉 嘴巴不忘语 心里面不起贪生痴 保持慈悲心 空性 要这样意念我们慈戒 进一步第六念布施 那我们今天放生 焉供 手作功德 回向整个世界 所有众生 普及贫穷 那各位平常 八观再戒 能够去老人院 孤儿院 需要被帮助的地方 去红木区 去屠宰场 去祝念 去帮助这些 可怜的众生 所以外在 用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身体 跟嘴巴 第一条 今天绝对不能杀身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 就算你回家 看到蚂蚁蟑螂 你一只也不能杀 要保持这样 第二今天不能有偷盗的问题 第三 今天男女之间 夫妻之间 不要睡在一起 也不能有性行为 全断淫欲 第四条 今天绝对不骗人 骂人 造口业 第五条 今天绝对不能喝酒 抽烟 第六条 今天不能化妆 香花阴落 香油涂生 各位今天 不能穿动物的皮鞋 如果你有穿皮鞋 你就先放在外面 脱鞋子吧 今天身上不能戴 皮带 皮包 皮鞋 因为为什么 出家人叫布衣 他全身都是布的 连脚上的鞋子 也是布的 不但是布 还开一个洞 为什么开一个洞 不执着啊 不需要钱啊 开一个洞啊 代表空性放下 所以出家人的鞋子 有六个洞 布的 那各位今天 女孩子也不能擦口红 戴耳环 戴戒指 擦动物油脂的乳霜 洗美髮精 洗肥皂 都不行 今天你要洗那个 没香味的 今天就洗盐巴就好了 很多那些 没香味的 肥皂 很多的 像我们出家人 就洗这个 你不会在出家人身上 闻到什么美髮精 什么香味 香皂的味道 因为 很多出家人 一个礼拜洗一天早 没有欲望的人 身体不容易发臭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出家人15天才洗一次早 那当然呢 所以你的心态 也会决定你的一切 再来 今天不能睡夫妻的床 今天只能睡单人床 睡地上 不能睡夫妻的床 还是睡寺庙最好 而且今天不能看电视 唱歌 玩电动玩具 都不行 今天要控制自己 眼睛的欲望 耳朵的欲望 身体的欲望 嘴巴的欲望 这个叫灾 第八条 今天绝对不能喝酒 抽烟 葱 蒜 韭菜 都不行 今天也不能吃肉 所以各位今天中午 用灾 晚上不能吃东西 这个叫不午不时 第八 离非时时 中午吃完以后 到明天上午六七点 晾晾之前 就不再吃东西了 只喝水 你要真的受不了肚子饿 加一点糖 这样喝吧 事实上 你要饿几天你才知道 脑筋很清楚 肚子饿的时候 不会想女人不会想男人的 所以肚子饿的时候 容易打坐的 你不要 你试试看 所以因为这样 你身体健康 少欲望 而且冤亲在主啊 不会找你麻烦 慈戒的人 这些鬼神就不痛苦 刚刚讲的 鬼神不痛苦 他就不会找你麻烦 鬼神一痛苦 他就让你腰痛啊 哪里痛啊 所以手包弯在戒 你会发觉 有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由是 生口意三叶道清静 成为初世正因 各位可以脱离三恶道 各位可以随愿 升天 往生净土 解脱生老病死之根本 各位已经种下解脱的因 所以你一辈子守五戒 很圆满 还不如一天守八观在戒的功德 当然我们守五戒是应该的 但是你没办法圆满 那至少经常守八观在戒 一天八观在戒 超过一辈子守五戒的功德 所以各位现在一一文之仪 果能如法受持佛 果能如法受持 请各位念菩萨的共愿 愿断一切恶 无一恶不断 愿修一切善 无一善不修 适度所有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千万不要说这个人对我不好 我不理他 不行 修菩萨道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修菩萨道只能放下自我 但是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所以他对你不好 他伤害你 虽然你现在没办法跟他讲话 讲不听 但是默默天天回向给他 替他做功德 但是不要放弃他 千万千万要注意 你的先生太太跟你离婚了 他跟你有缘 那虽然他跟别人在一起了 但是你还要一直回向给他 也回向给他的爱人 为什么 因为你是修菩萨道的 不能恨人家 也不能去诅咒伤害别人 这才是发菩提心 所以希望大家都满怨 念一下 意思是说 让自己保持菩提心 这个就是这个咒的意思 这叫一切菩萨成佛咒 我一直保持菩提心 而不要舍弃对方 而为对方牺牲我都要努力 你伤害我 依然要让你成佛 我不能改变这个心态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要保持阿弥陀佛的心 保持观音菩萨的心 而不要去伤害对方 还要救对方 这个叫持咒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心 继续去帮助对方 第九 劝鼠回向 那我们受戒了 做了各种功德 发大愿 功德都要回向给众生 回向给整个马来西亚 整个世界 所有蟑螂蚂蚁 都希望他们离苦 那这样是一种悲心 而且自己也不执着 你不能说 我这十块钱布施了 功德给我 我没有资格给别人 功德给我自己就好 给我儿子就好 那你就不符合菩萨道 有些人说 这个鱼我自己去放 你们不用帮我放 我自己买的 你们帮我放了功德 你帮我占走了 这个是自私啊 这个之鉴有问题 因为你买了鱼 让别人放 功德更大 因为你本来功德就在了 又让别人有功德 又回向给众生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 伟大的正确的思想 所以把所有功德 供养给众生 那你功德更大 善男子善女人等 如等今已受八戒 已发大愿 其受辞一日一夜 虽然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要奉行一日一夜 真实困难 所以各位一定要 很认真的辞戒跟观想 不可于刹那时间 起世俗的想法 各位今天是阿罗汉 今天是菩萨 要这样想 以不可于刹那的时间 起懈怠心 要保持正念 当勤修六念 保持正念 谨护八支 不要犯戒 如果如此 恶业烦恼习气 自然消灭 存善本心 自然开朗 出离世间 那你就不会堕落地义轨道 出生道 来世升天 来世往生净土 出世正因 由之成就 文殊菩萨问经云 那佛陀说 世间菩萨 八戒者是 所以佛经说 今天你守八万灾界 你走过的泥土 天上的神都拿起来 供在头上 带回天上 因为一个守八万灾界的人 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都平安 就吉祥 所以今天 你洗澡的水 流到水沟 恶鬼道都可以喝 喝了还可以超度 因为你身体 手八万灾界 你踏过的水 恶鬼都可以喝 恶鬼道平常 没办法喝水 一个守戒的人 一个孝顺人 踏过的水 恶鬼道都可以喝的 所以慈戒功德很大 所以今天大家守戒 地方上就没有车祸 没有灾难 鬼都不会来 这六天 本来是鬼来找人麻烦的 只要我们守八万灾界 鬼就会退开 神保护我们 恶鬼道离开我们 所以守八万灾界 有这个功德 所以叫世间菩萨 楚太经云 八万灾界者 诸佛父母也 各位你要成佛 一定要守八万灾界 这是基本 撒伯多论云 若作严福提王 与严福提中 一切人民 金银财宝 愚中自在 假设你是马来西亚的国王 让马来西亚人人有 一百万美金 三栋房子 一辈子你都不要赚钱 那个福报很大 但这不能跟八观灾界比 八观灾界一天 的功德超过你给全世界 七十一个人 一个人一亿美金的功德 磁界的功德超过布施 所以呢 虽有如是功德 严福提王 以八观灾界功德 分作十六分 严福提王 大布施的功德 十六分之一 不及一分 没办法跟八观灾界比 所谓最后清静的八戒灾 各位现在已经得到 如是功德 当真敬户户 务令毁损 要好好的保护他 菩萨论云 受八戒者名为敬祝 各位已经接近阿罗汉的功德了 无贪生痴 身口一清静 将来也正得解脱 又名掌养 掌养往生净土的善根 掌养成佛的善根 让他越来越圆满 令其争多 所以各位 如今已经得到 敬阿罗汉注 得到解脱的功德 又能增长善根功德固 成就成佛的资粮 当生庆幸如法奉行 所以各位 果能如法奉行佛 果能如法奉行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身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持生命文化基金会 永泉以报 家住农村的小儒 为人善良 且学佛多年 经常救助一些受伤的小动物 在他眼里 所有的小生命都是可爱的 哪怕是老鼠 也是一样的 啊 怎么回事 可恶的老鼠 竟然跑得这么快 快 那里还有一只小老鼠 是一只瘸腿老鼠 太棒了 我们抓活的 抓到了 抓到了 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我们把他打死算了 干嘛要抓活的 就这样打死他 也太便宜他了 我要把他活活烧死 对对 把他烧死 看他还敢不敢偷东西了 一旁的小儒 听到孩子们 想要烧死这只小老鼠 顿时心生怜悯 于是便走了过去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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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能将他烧死 阿姨 你不知道 这些老鼠实在太可恶了 不给他们点教训怎么行 是啊 他们还偷吃我们家的食物呢 那也不能将他烧死 被活活烧死 那实在太残忍了 你们想过 他会有多痛苦吗 谁叫他偷吃食物呢 这是他最有应得的下场 难道就因为他们吃了我们一点粮食 就要了他们的性命吗 这么做 难道不是太残忍了 怎么说 他也是一条生命 不要伤害他 好吗 不伤害他 那我们该怎么处置他呢 把他放了吧 你看 他多可怜 正在袋子里发抖呢 啊 放掉他 要是放了他 还会跑来偷东西的 动物其实跟我们一样 都是有感情的 你不去伤害他们 他们也不会做一些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嗯 好吧阿姨 我听你的 这次就把他放了 好了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偷东西吃了 如果你饿了 就来这棵大树底下 我会把一些食物放在这里 给你吃的 哎呀 你们看到没有 他刚才竟然点头了 是啊 他好像能听懂阿姨的话 是啊 我说过的 任何动物都是有感情的 我好心对他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嗯 阿姨 以后我们不会再伤害小动物了 对 对 经过这次的经验 我们以后也要学习爱护动物了 小如救下这只小老鼠后 便遵守自己的诺言 她经常将一些食物放在树下 让那只小老鼠来吃 小如家所住的平房 有一条下水道 通道很远的一个沟 一些老鼠便通过这个下水道 跑进他家里偷东西吃 哎 可恶的老鼠 老公 怎么了 你看 我们家里的食物都被老鼠咬过了 没关系的 哪些老鼠不过吃了点馒头 你干嘛 那么生气啊 哎 怎么就不生气呢 你要知道 老鼠吃过的东西 人也不能吃了 它们身上特别脏 还有鼠疫病毒 不行 我得去买点老鼠药来 将这些老鼠毒死 老公 你不能这样做 那些老鼠怎么说 也是条性命 不能因为 它们偷吃了我们的东西 就要了它们的命啊 哼 这些老鼠私有余辜 你不要再说了 我这就去买老鼠药 将它们全给堵死 我要想想办法 来保护这些老鼠的 不能让我老公 堵死这些老鼠的 虽然小如 一直劝说丈夫 不要堵死那些老鼠 可是丈夫 并不听规劝 还是将老鼠药买来 撒在了家里的角落里 哼 可恶的老鼠 你们不是喜欢吃吗 那就来吃吧 小如见自己 规劝不了丈夫 于是就发善心 观察老鼠经常走的路线 然后把馒头 弄成一块一块的 撒在它们经常走的路上 这样老鼠就有吃的了 就这样 小如天天给那些老鼠 放食物 而那些老鼠有东西吃 便不再进屋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小如的丈夫 发现屋里的老鼠药 都还在 而屋子里 却再也没有老鼠来过 她感觉非常不及 真是奇怪呀 我放在家里的老鼠药 怎么一点都没少 而老鼠却没有了 那是因为我 一直将食物 放在它们经常出没的路上 啊 你一直在给它们食物 是的 我有学习佛法 知道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是不能去做的 所以我就给它们方便 想办法 让它们有东西吃 它们在外面吃饱了 自然就不进 我们家屋子里了 嗯 老婆 你真是心善啊 老鼠也都是有生命的 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努力 去保护它们 而不是伤害它们 嗯 从那以后 小如的丈夫 也时常将一些食物 放在下水道口 让那些老鼠来吃 它们一家人 就像跟老鼠交生了朋友似的 咦 你老公这是在做什么啊 他在给老鼠们准备食物呢 啊 是放老鼠药吗 你们是要毒死老鼠吗 不是的 一开始我丈夫 是准备用老鼠药 将那些老鼠毒死的 但你知道 我是学佛的 知道杀生的罪过 因此 因此就经常将一些馒头 放在老鼠的 必经之路上 那些老鼠有东西吃了 便不会到家里来捣乱 渐渐的 我丈夫也学着 我去给那些老鼠喂食 她再也不打算 毒死这些老鼠了 小如 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你这么好的心肠 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小如和丈夫 做了一个同样的奇怪的梦 他们梦到了一位穿灰衣服的 要他们赶快离开屋子 恩人 快离开屋子 快离开屋子 你是谁 为什么叫我恩人 恩人 快离开屋子 快离开屋子 你到底是谁啊 啊 老婆 你怎么了 刚才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到有一位穿着灰衣服的人 喊我恩人 还让我快离开屋子 啊 怎么你也做了这个梦啊 我刚刚也做了这么一个梦 哦 这可真是奇怪啊 是啊 我们竟然做同样的梦 真奇怪 啊 不管那么多了 我实在太困了 我们睡觉吧 然而 小如夫妻二人刚刚睡下 就有几只老鼠钻进了屋子里 然后一下子爬到了床上 不停地叽叽叫着 小如夫妻二人被叫声吵醒后 不由得大吃一惊 老鼠竟然跑到了床上 丈夫一下子生起了气 她冲下床又去抓这些老鼠 哎呀 老鼠 老鼠怎么跑到床上了 哎 可恶的老鼠 我天天给你们食物吃 你们不但不知道感恩 还变得更加猖狂了 哎 竟然都跑到床上了 看我不打死你们才怪 哎 可恶的老鼠 看你们往哪里跑 老公 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就在小如和丈夫跑出屋子后 地震发生了 剧烈的震动 让村子里很多房屋倒塌 由于是在深夜 很多人被埋在倒塌的屋子里 而小如和丈夫却毫发无损 啊 怎么摇得这么大力呢 啊 是地震 是地震 啊 真是好险啊 如果我们没有从屋子里跑出来的话 那我们现在 已经葬生在屋子里面了 是啊 是那些老鼠救了我们 啊 嗯 老鼠 真的谢谢你们的 美国 伍生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伏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克萨 模仿補充補充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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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